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去来一个快速体验 说叫复现场景 什么叫复现场景啊 就是我们刚才在举例子的时候 是不是说这个媳妇生气了 要打印三遍媳妇我错了 这是不是一个循环 然后呢还要刷一次晚饭的晚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套循环 那接下来我们说 媳妇说呢这一套乘法呀 要连续三天执行 那我们是不是就在这个循环的外面 是不是又套了一个外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外务循环嵌套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接下来我们就干什么呢 咱们回到刚刚笔记 场景的那个地方 咱们把这个场景啊 做一个分析 然后咱们把这个代码呢 给它写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讲啊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逗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不是要有一个惩罚 是重复三遍 媳妇我错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干什么呢 是不是还要去执行一个代码 是刷今天晚饭的晚 这是不是第二步 那么这个大致的代码 是不是就在这了 那然后女朋友说了 然后这一套惩罚呢 要连续三天执行 是不是就把这一套惩罚的外面 再套一个well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分步骤 把咱们这个例子呢 去实现一下 那接下来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块 回到派艺场目当中来 咱们准备环境 写代码 那么首先啊 我们在这里呢 打一个注释 对吧 刚才老师说 第一步是干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去循环 循环打印 打印三次 这个媳妇 媳妇我错了 对不对 媳妇我错了 好 那么接下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干什么呢 媳妇说了 今天还要刷碗饭的碗 对不对 爱刷碗饭的碗 那么紧跟着媳妇说 上面这是一套惩罚 对不对 上面是一套惩罚 那么这一套惩罚 要重复执行三天 对不对 所以那么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 要把那一套惩罚的外面 是不是再写一个循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也就是说啊 我们一套惩罚 惩罚要重复执行 那是不是就把它放到 一个while循环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步骤 一二三三步有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代码了 比如说一个循环打印三次 媳妇我错了 是不是来一个循环就行了 那么循环的话呢 我们要有三次 是不是就要有计数器了 那老师i等于一个零 那么接下来呢 while来一个i 比如说小于 小于几呢 小于三 那是不是取零一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print去打印 打印什么呢 刚刚我们所描述的媳妇 我错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还要让技术器做一个增量 对不对 爱家的第一 好 那么接下来当我们去右键运行的时候 媳妇我错了 是不是打印了三次 OK 没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啊 紧跟着是不是到第二步 今天的晚饭的碗是不是得刷了 那么这个碗 今天晚饭是不是吃了一顿饭 刷一遍晚饭的碗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放到这个循环里面 那所以也就是说刷碗这个代码 我们是不是要顶格些 那么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一个print 这是刷碗 对不对 刷碗饭 碗饭的碗 是不是就OK了 那么现在啊 注意了 当我们去右键run的时候 同学们来看 是不是刷碗饭的碗 那同学们啊 注意了 这里 从第七到第十一行 这是不是就是一套惩罚 对不对 这是一套惩罚 那接下来啊 比如说老师在这个地方呢 再加上一个print 我们就说 这一套惩罚结束了 对不对 一套惩罚结束 对不对 一套惩罚结束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注意了 老师右键去run的话 是不是肯定会打印一个 一套惩罚结束 对不对 那接下来啊 老师再这么着吧 打印一点横杠 这样的话 是不是能做一个分割呀 对不对 OK搞定 一套惩罚结束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第三步 妻妻说了 这是一套惩罚 你要连续重复执行三天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再从外边 加一个循环 但是这个循环的话 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次数的限制 那是不是就还得来一个 外层循环的技术器 那比如说呢 老师来一个接 然后初始值 是不是等于一个零 那么然后呢 是不是放一个while while 然后条件是不是就是接 比如说小于 嗯 三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啊 这一套惩罚 是不是要重复执行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 缩进到接 这个技术器 所控制的循环里面去 并且我们的接 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增量 对不对 哎 那么加等于一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搞定之后 同学们注意来看了啊 当老师右肩转一下 走你 我们来看一下啊 把这个控制台往上拉 咱们拉大一点 我们发现 媳妇我错了 这是不是内层循环 打印了 刷碗饭的碗 这是不是就是一套惩罚 那么这一套惩罚 是不是重复执行了 第一天 第二天 是不是第三天 OK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就用一个例子 去验证了 我们确实在编程语言当中 也允许 外偶循环嵌套 使用的 那么外偶循环嵌套的话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原代码啊 把控制台关掉 是不是 无非就是 一个外偶里面 是不是又嵌套了 一个外偶而已啊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跟着老师一块 回到咱们的笔记当中来 在笔记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就应用了 while循环嵌套的语法 不管是外层的循环 还是内层的循环 那么只要单独提出来 是不是都是我们 最基础循环的一个语法 那只不过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外层循环 要控制 接下来冒号下方 所有带缩进的代码 是不是都要重复执行 甚至于包含里面的 条件二的这个循环 是不是也是在重复执行啊 对不对 这就OK了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 while循环嵌套 这么一个快速体验例子 那其实是不是就是 综合运用了 我们这个语法 把这个语法实际 应用了一下而已啊 对不对 好了 那接下来啊 老师把这个循环嵌套啊 这么一个快速体验的例子 讲完了 那老师把咱们的视频呢 稍微暂停一下啊 我会认为了一下 我会认为了一下 我会认为了一下